Yes or No? 好還是不好? 今天我們再次講這個33號題案 上一次我們解釋了 33號題案究竟背後的故事是怎樣 今天我們請了良人律師 講一講關於33號題案 一些法律方面有什麼改變 或者現在的Rank Control究竟是怎樣 多謝你今天過來 上一次我們講33號題案 是以一個房地產的角度去看一看 其實我知道Rank法律 我們相信經常會碰到 我們可不可以講這個Proposition之前 用一個簡單的方法講一講 現在的Rank Control究竟是怎樣的 最主要來說 就是我們所謂的租務管理 這個可以說它的Power 它的力量就是在美國憲法 就是有每一個州都有它自己 我們叫做Police Power 就是可以說是它警衛它自己的居民 就是因為他們的生活的安危 就可以有權發一些規例 根據這個權力 他們可以保護一些市民 以及保障他們是有這個居家 所以就是有Rank Control 我們稱為租務管理 我們稱為租務管理 管理通常是有一個比較中肯一些的 但有些是比較嚴格一些的 可以說中肯一些的就是限制租金的提升 通常我們都知道在三環市來說 如果租務管理是有兩個管理的範圍 第一個就是租金的提升 第二個就是如果你要租客搬出的時候 你有什麼原因租客才可以搬出呢 其實我們可以說到在三環市 差不多每一個居主都知道 多少都 就是因為我們不可以隨意叫租客搬走 你一定要有一個他認可的合理的原因 你才可以搬走 但是這次我們說到33號提案 就是沒有怎樣牽涉到這一行的問題 主要是說到租金的提升問題 所以租金的提升就是在三環市來說 每年都有一個他們規定的提升的幅度 但是這次我們說到 原來是全加州的角度來看 全加州就是有一個加州的法例 我們就叫做Costa-Hawkins 這個法例就是由兩個不同的司法者提出 其實最主要就是說 它可以豁免一些你不可以加租的房屋 你也可以加租的 即是那些公室或Single Family Home 1995年開始 因為1996年開始 已經有很多的城市 在加州大概有五個城市 在我們北加州就是三環市和Berkeley 最主要 他們都在醞釀談及到有關租務管理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這兩位司法者就想出一個辦法 就是將某些可以豁免出來 等到這個屋主的負荷沒有那麼重 豁免出來的就是我們叫Single Family Home 即是自己一個獨立屋 以及Condominium 即是我們叫Condo 因為主要就是Condo 也是分開獨立的 雖然跟Apartment看起來相似 但是在法律上 是跟一個Apartment的單位 意義不一樣的 Condominium因為這個屋主 是有自己的權利 每一個單位都可以出售 所以這個Condo 和Single Family Home 都是豁免出來的 加上新建的房屋 就是由他1996年之後 他們新建的房屋都可以卸免 即是讓那些real estate developer 就是房屋多些來建屋 建屋的人士會來建屋 就不會使到這個房屋短缺 而且就是vacancy 即是如果他空出來之後 屋主都可以再加上租金 就是沒有限額的 我們說到升 如果是三藩市當然 就是其他那些是有一個限度 但如果是Single Family Home 可以說是叫做沒有限額 但是有兩個限制 其中一個就是 因為加州有一個新的法例 也是差不多是pandemic的時候開始的 就是說全加州的租金的升額 是不可以超過5% 加上這個通貨膨脹率 最高就不可以加10% 但是這個是全加州 如果你是沒有這個租務管理條例 那三藩市就是因為有 但是也加上 就是以前就算沒有了這個新條例 我們如果是加州超過某一個% 即是很高的時候 你又要給他那個期限要高一點 不只是30天的通知 有時你要給他60天的通知 變了很多租務方面的問題 是有些差別的 雖然說是無限制 但是如果你增加的幅度 就是超越了一個合理的程度的時候 他都是有一些法律上面的手足 你需要注意的 所以如果是有這樣的時候 你就要再去找一些答案 要再去諮詢一些專家 但是一般來說 三藩市 很多都是根據租務管理 你又要跟租務管理局那裡商討 所以有時在三藩市 為什麼很多人都不願意租他們的屋出去 也有很多人都很怕租出去 也是有這樣的原因 講到這個33號提案 我們之前就說了 這個33號提案 是不會顧及到一些租屋的條例上 只是這個價錢上 33號提案如果通過了之後 最大的改變你覺得是會有什麼呢 那又要有兩體 有些人就認為33號提案 就是對租客來說 就是有這個好處 還有他們覺得是會有多些單位 給人可以租屋 或者現在無家可歸者流浪漢 或者都會有一個機會可以租到屋 一般他們覺得是對城市有好處的 但是當然我們又要看看另外一邊 也有很多人說 其實原來對政府最後的收入 都是會有影響的 因為他們覺得 如果33號提案通過之後 他們感覺到第一 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了 如果有租客在那裡 不能加租的房屋 很多時候出售的價格都會低一些 他們就說出售價格低一些 我們每一次賣屋原來都要收稅 變成這個稅務又低了 如果你現在說多了限制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想著 有多些房屋可以給人租 就像你這樣說 有很多人士就會說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寧願都不租我的房屋出去 或者我寧願賣了它 都不再做租出去 所以可能就是少了單位給人居住 使得這個無家可歸者 或者流浪漢的問題 可能更為嚴重 因為你剛才提到一個項目 就是我最近都有一個新聞來的 可能很多媒體都提及過 就是一間價值好像百幾二百萬的房屋 那它就登了出來幾十萬而已 那接著就哇 沒有很多人去留意這間房屋了 那它條例很簡單 它說 那這間房屋是很便宜的賣給你 但是你要carry這個裡面住的人的 好像不知幾百元的租 for the rest of 多少年 所以現在那個屋主就因為等不及了 因為他都等不及說那個廳人走了 但是他受不了這麼便宜的租 那稅錢就不要犯了 就賣出去 但是很便宜的價錢賣出去 所以也都是 學你所說 可能會令到價錢跌 或者賺到錢 或者那些人不租出去 那可能會不會令到那個租屋會更加低呢 是啊 所以也有很多人就認為那個租屋的問題 就會更為嚴重 因為很多人都會選擇不租出去 那就是好像你這樣說 因為房屋來說 我們通常看的房屋價值 都是看它的收入 如果你的收入就是沒有這個 我們叫upside 即沒有一個可以說是上升點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 將來的前景已經不太好 變成覺得房屋價值會低了 所以我們都是要看這些因素 先來決定 到底我們是否需要 推翻了現在這個 已經有歷史這麼悠久的一個提案 yes or no 選擇都是在你手上 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 每一個提案後面的意思 或者看清楚一個提案才去投票 好了 多謝你梁律師 今天又可以跟我說 一個33個提案 下次我們會說其他不同的提案 Thank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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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